是一些技巧性的问题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 这些技巧性的问题会考的比较少 可能以积分而言最多可能就只有一题 那微分可能技巧性的最多也只有一题 那我们不希望考太多那种技巧性的 让各位一直去重复练习 我希望只是把概念传达清楚 然后大家对概念理解的正确和清楚 是高中的时候这样不断的演算的方式 我们是不强调的 OK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技巧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会少考 不是不考而是会少考 那 第一个技巧性的积分是变数代换 这个倒是比较常见 因为你要做任何不是套公式的积分 那变数代换就是势必是要的 那比如说 我们想要 想要积这个FU底U 但是U呢又是另外一项的叫做GS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猜想说按照之前的链锁规则 能不能同样的方式套用 那这就是积分板的链锁规则 积分板的链锁会变成FGS GS就是U嘛 那底U就是 底U就是底S分之底G嘛 底S分之底G 把这个底S移过来 就底S分之底G 那就是G' OK 所以你把这个S移过来的时候 底S移过来的时候 不就是G'吗 所以其实照这个想法按照链锁规则应该是这样写 可是这要怎么证明呢 那一个办法是根据微分的链锁规则反推 那微分的链锁规则不是这样 底S分之底FU等于底U分之底FU 乘底S分之底G嘛 这个U就是G U就是G OK 所以两个对销 那就剩下底S分之底FGS OK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底U分之底这个符号 然后再拆解成这样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那这种概念 只是概念不是证明 就是概念我们这样子想 应该也是行 所以我们要怎么证明这个算式成立呢 我们把两边各对U取导数 把两边这两边都各对U取导数 记得U就是G 那两边各边各对U取导数 那左边的导数呢就是维积分基本定理 对不对 维积分基本定理 积分之后再维分就是它自己 好 那右边的导数 这个右边导数应该提到这边来 因为是从这里开始 整整串都是 所以DU分之底这个右边的部分 那这里呢 如果我们把原本的DU分之底拆成DU分之底S乘Ds分之底 OK 这样子的话呢 一个状况就是 因为这里又用Ds分之底 Integration 那这时候是不是又符合维积分基本定理的法则 对不对 符合维积分基本定理的法则 那我们就可以把G分式整个拆掉 那就剩下中间这一块 剩下中间这一块 那剩下中间这一块呢 DU分之底S 那这边G'不就是Ds分之底G Ds分之底G G不就是U 所以Ds分之 Ds分之底G在这边 这个DG分之底S U就G嘛 DG分之底S在这边 那两个对象之后就只剩下FGS 那就是FU 那所以你会看到这边也是FU 这边也是FU 所以两边相等 但是这样的证明其实不严格 因为你这样变数代换来代换去 到底这样代换行不行得通 所以这是不严格的 真正严格的你要回到基本定义 从G分式的基本定义开始去做数学分析 那才是严格的 那这样子做呢 就是有一点不够扎实的感觉 OK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采用了这样子 因为从基本定义开始 那个就变成高等为积分了 好 你想要求像这样的式子的不定积分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套类似练索规则的方式 我看看让U等于某个式子 那这个U呢 如果让它等于S平方加1 那它的维分 S平方加1的维分 不就变成2S吗 所以它就会跑到这上面来 那不就符合这个形式 不就符合这个FGSG's的形式 那符合这个形式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套 U等S平方加1 那底U就是2S 所以S平方加1的平方分之U呢 把这个S平方加1看成一个 平方加1的平方分之S 把这个S平方加1看成一个U 那它不就符合U平方 这个U平方分之底U的特性 因为底U就是 U就是S平方加1 底U就底S平方加1 就是2S 所以就多乘了一个S出来 多乘了一个S出来 所以既然它是2S 那我们再除以1分之1不就好 就乘以1分之1就好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变成这个样子 最后因为是不定积分 所以加一个C 加一个C 最后再把它U改成S平方加1 就还原了 那这种不好看 就是你会 如果你对这种变数代换的公式很熟 你才有办法看得出来 如果你对变数代换的公式不熟的话 你就会一头雾水 所以这边会比较难一点 请小心 好所以刚刚这一题OK 那接下来Tangent X 那这个当然如果你套公式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如果你把它拆成Cosin S分之Sin S 那你一样可以透过刚刚的七分版的练锁规则去代换 那代换完之后呢 我令Y等于LNU 那U等于Cosin S 那因为它就是Cosin S分之Sin S嘛 所以这个Cosin S为分之负Sin S 所以就会变成U分之1负Sin S Cosin S分之负Sin S OK 然后最后呢你当你这样这样积分的话 它是不是积完是LNU带进去 LNU就是Cosin S 所以就LNCosin S加C OK 好所以它的积分会是-LNCosin S加C 好那这个部分呢 对照前面的练锁规则积分版 去套 只是你不容易看出来 好接下来呢 求Ssin S平方底S 那这时候显然U要设成S平方 OK U设成S平方 那底U呢就是2S底S 那所以套刚刚的积分版链锁公式 就变成Sin S平方 乘以2S底S 那这不就是U吗 这个是U 那就是Sin U底U OK 根据刚刚的积分版的链锁规则公式 那就变这样 那Sin U的积分呢 就负Cosin U 负Cosin U 那再把U还原回去 就变负Cosin S平方 那负的提到前面 OK 这样子就求完这一版的积分 那另外一个很有用的公式是部分积分 那部分积分呢 它的大致上也是也是透过乘法规则的积分公式来的 那乘法规则的微分公式 应该说乘法规则的微分公式来 我们在乘法规则的时候是不是 底S分之底UV会等于U'V加上V'U 对不对 OK 底S分之底FG就等于F'G加上G'F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对应到这一个部分积分公式 这边是U'V' 这边是V'U'就是U'V' 所以它其实就是从乘法公式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减写 减写比较好记 那U底V等于U'V减掉V底U OK 那证明方式呢 就是从微分的那边过来 就是我先把UV取为分 然后根据乘法公式就是U'V加V'U 或UV' 然后呢 两边都积分 两边都积分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OK 这里有点调换 这边调过来这边 这边呢 调过来这边 这边积分的结果就是UV了 就是UV OK 然后因为是不定积分 所以加个C 那这边积分的结果呢 就是 就是 直接写下来 外面加积分 那因为加法可以拆开 所以就把它拆开 拆开积分 那拆开完之后呢 一项 一项之后 就变成UV减掉VU 那这个公式这样看 你可能感觉不出它的用途 看个范例就知道 我们要求 x1的x次方的积分 x1的x次方的积分 如果我们令U等S 那V呢 就等于1的x次方 V等于1的x次方 那抵V呢 就是 就是 抵S分之抵V 还是1的x次方 所以 抵V就等于1的x次方 抵S 那这样子的写法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 这个是U 这个是V 那改写变成 U乘以V减掉 减掉 V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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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V就照抄 OK 然后 你就会发现说 OK 这一个 这一个 减掉这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1的x次方 因为1的x次方 是微积分的单位元素 所以呢 这个还是 1的x次方 那就变成 x1的x次方 减掉1的x次方 就是 s-1乘以1的s 但是如果你这个积分式 如果你选用错误 你u和v两个选择相反 你就会发现你不分积分积不出来 它会一直展开一直展开 像这个样子 所以连方向都要对 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你经验要足够才可以看得出正确的方向 另外还有个部分分式 这个部分分式可能我们现在讲各位会不太了解 因为它最好是讲过胎乐展开式再来讲 但是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就好 如果听不懂就算了 部分分式就是如果你今天 有一个这样形式的算式 我们要算积分 s-a的n次方乘以r of s分之p of s 这样的形式的东西要算积分 我们可以根据x趋近于a来做一个态乐展开式 什么叫态乐展开式我们还没讲 所以这边大致上听一下就好 那做胎乐展开式之后你可以取得ak ak它就是k接分之dsk分之dk 就是k是微分 谁的k是微分 rs分之ps的k是微分 在哪一点在s等于α这一点 α就是那个上面的这一个项 α就是s-a的a s-α的α 所以以这个例子而言 这个α就是1 那我们去算说 把这个东西拆成上面都是常数的形式的累加 ok 那就是a0a1a2 那我们再用刚刚的这一个公式去计算a0a1a2 那你就可以得到a0等于这个 a1等于这个 a2等于这个 好 那得到了之后呢 把它常数再带回去 那所以这一个式子就等于这个式子 等于这个式子之后呢 那我们要积分就很容易了 因为s-1三次方分之1我们会积嘛 把s-1带成u 然后去写积分就变成一样 就是s-1变成u u三方分之1 u三方就是 就是u的 u三方分之1就是u的-三次方 所以变成-三 ns-1次方对不对 ok 然后 u三方分之1 等一下 我们稍微看一下 先看这个好了 u分之1的积分是不是lnu ok 所以s分之1的积分 s-1分之1的积分是lns-1 这个比较没问题 那第二个 这一个呢 s平方分之1的积分是什么 要看什么的微分是他 对不对 s平方分之1的积分是什么 你要看谁的微分是他 那是 s平方分之1的积分 因为他是-2次 所以他的积分应该是-1次 所以s分之1 也就是s的-1次方 s的-1次方 他的积分 他的微分是 s-1次方的微分是-1s-2次方 所以他跟s-1次方是有关的 所以就用二次的积分会变一次 三次的积分会变二次 ok 好 那所以最后套进去就变这样 那我们这边讲的比较快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巧性的东西 那我们不想一个一个讲 那你如果希望能够多做这些演算的话 你回去再自己算 但是有问题的话 待会就可以问 比如说这边 如果你看不懂 待会就可以问 ok 那接下来呢 如果有这种形式 两个 一个a次方 一个b次方 那还是一样 可以照刚刚的方式去猜 只是会猜成 a0 a1 b0 b1 或a0到ak b0到bm之类的 好 那每一个系数都一样带进去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呢 变成这样的形式 再去做积分 那一样 负一次的微分会变负二次 所以这变负一次的 那这边呢 s分之一的积分 lns 那这个负一次的微分会变负二次 所以这里是负一次的 那这边因为它是负一次 负一次的积分会是ln 如果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分式再扩展 进行延伸的话 延伸到什么 延伸到负数 负数就是有i的 i就是根号负1 延伸到负数的话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一样你还是可以写成一个负二负数版的部分分式 那再用这个负二负数版的部分分式去解除a0是多少 那取a0bar就可以 a0bar就是 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是a加bi 那就是a减bi 就是a0bar 好那这边你把它带进去算出来 只是它会有虚数 会有i存在 那带进去算出来 然后就变成这样形式之后 再去算积分式 那算积分式 OK 就照带 照带 然后就变这个样子 那最后要看的一个是辖积分 辖积分的意思就是有瑕疵的积分 什么叫有瑕疵呢 就是有某一点不连续 或者是某一点无限大 或负无限大 这种东西的话就没有办法直接积分 你要把那一点先拆成两边 拆成两边 然后对两边做逼近 才有办法算 所以我假如在某一点 就是它 它是不连续的 或者是无限大的 那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对C点而言 它不连续或无限大 那我们就拆成两边 一边是C-delta 另外一边是C加Amazon OK 那C-delta跟C加Amazon 两边去逼近 然后把两边各拴出来 再加起来 这称为小积分 那举个例子 LNS在0到1之间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0点 0点的LNS负无限大 所以不存在 0点取Log是负无限大 不存在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辖积分 这个辖积分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取0到1 LNS负S 这时候因为0点不存在 所以我们没办法算 所以我们把它转换成 Delta去近于0 OK Delta到1 LNS负S 这个基本上其实就是排除0点 排除0点因为那个没有影响 因为只是单一点的话 不管是不是无限大 我们都可以把它排除掉 排除0点之后 OK 你会看到我们算出来的积分式 这个就是以刚刚的变数代换的 部分分式的方式去积的 所以就变XLNS-S 那从Delta到1 OK 从Delta到1 那你把1带进去 就是1LNE-1 再减掉呢 Limit Delta趋近于0 就是Delta DeltaLNDELTA-Delta 那这时候因为Delta趋近于0 那我们就去算它的趋近于0的式 可是趋近于0会有个问题 以这个式子没有问题 因为Delta趋近于0 这一块就是0了 DeltaLNDELTA Delta趋近于0的时候 这边是0 0乘LNDELTA LNDELTA是负无限大 0乘以负无限大 是一个 是一个 就是 就是0除以0 或无限大除以无限大的东西 因为 0除以负无限大 就是0乘以0 OK 好 那这里 这里 我们就必须要改一个形式 套用罗毕达法则来算 所以DeltaLN Delta呢 就把它呢 变成 LN除以Delta分之一 好 那这边是0 这边 Delta 这边是无限大 这边是无限大 那这边呢 Delta趋近于0 LN Delta是负无限大 那它就变成 无限大分之一分之 把无限大分之负无限大 无限大分之负无限大 那就是无限大除以无限大的形式 那所以呢 这个算不出来 因为 因为无限大除以无限大 所以我们把它套用罗毕达法则 再为一次 再为一次的时候 这边就看到 LNDelta 为分变成Delta分之一 Delta分之一 为分变成Delta平方分次负一 OK 那再带进去 Delta趋近于0 这时候呢 其实只剩下一个 只剩下一个 你 你把它提上来 把最后一次的提上来 所以就只剩下 负Delta 负Delta 那Delta又趋近于0 所以负Delta当然是趋近于0 所以就只剩负1 OK 那这是 辖积分 就是说 当它在0点没有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做 好 接下来看一个 这个s的a次方在0到1之间的积分式 那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s的a次方在0到1之间的积分式 那如果a小于0的话 a小于0那就是它是负的 s的负的次方 那我们先假设a不等于负1 因为负1的话它积分会是log 会是log 那我们先单独考虑 那如果s的a次方 a4 a4小于0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采用 采用像刚刚的这种 单边辖积分的方式 单边辖积分的方式 那我们就改用Delta去逼近 那就根据它的积分式算出来 会变这个样子 变这个样子之后呢 把1带进去Delta也带进去 那就变这个样子 那这个式子呢 是刚刚我们说 排除掉a等于负1的情况 如果是a等于负1的话呢 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log0不存在 所以这个式子就不会有值 那如果是a不是等于负1的话呢 那就是这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Delta趋近于0的时候呢 Delta的a加1次方 也会趋近于0 所以最后这个式子趋近于0 所以变成a加1分之1 那所以这个是在 a大于负1的情况 才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就是辖积分 就是有瑕疵的积分 因为某些点它是无限大 或者是不存在 就可以这样积 好 那有时候是无限大 刚刚看到的是 不存在或无限大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可能想积的是 从无限大积到某个点 或从这个点再积到无限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 一样用极限式来写 比如说我们想从a积到无限大 fx比s 这时候我们要考虑写成极限式 从α趋近无限大a到α 这种积分式的写法 然后再去看说 ok那当α趋近无限大的时候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拆成 从负无限大g到a 再从a积到无限大 那负无限大 这个α是趋近负无限大 负无限大g到a 再从a积到无限大 好那这什么意思呢 看一个例子 从a积到无限大s平方分之lnsdx 那从a积到无限大s平方分之lnsdx ok 那这个就套用刚刚的 那个 那个乘法 乘法的微分式 乘法版的积分式 ok 然后就把这个视为f 这个视为g 那就变成f 乘以g' 然后呢 这边 这边当你把它套进去 一到无限大的时候 Lns乘以s分之1 s分之负1 这一段 这里我有点跳步 就是 这个 有点跳步 它是套这个公式 是套这个部分积分公式的 所以你要看清楚 u和v到底是谁 u和v到底是谁 现在u是s平方分之1 v是lns 所以当它写成这种形式的时候 u乘以v' 对不对 那就等于uv uv减掉u'v' u'v' 然后呢 这边算出来 这边也算出来 那分别算出来的结果 最后你会发现 ce ok 那我们这边讲得有点快 同样的 如果我们想求s的a四方 那这个s是变数 从1g到无限大 那s从1到无限大的情况 那一样我们就得用 得把这个无限大先改成一个β 然后β去进无限大 然后呢 再把这个积分式算出来 变这样 从1到β 带进去 带进去变这个样子 那这个算出来 ok 那β去进无限大 a加1分之β a加1次方 减掉a加1分之1 这个有没有值呢 要看 到底a是 a是多少 如果a大于负1的话 那这个会是超过 a大于负 ok a大于0的话呢 β的一次方就会超过无限 就会变成趋近无限大嘛 因为无限大 β的一次方 那如果β的 β是在负1到0之间 啊 a是在负1到0之间 a在负1到0之间的话 是变成β的0点几次方 无限大的0点几次方 还是一样 会趋近无限大 所以呢 这边都不行 所以只有在a呢 是小于 小于负1的时候 它这个式子才会存在 好 所以a小于负1的时候 它会存在 好 这个 这一块 那如果今天 a等于负1的情况 好 a等于负1的情况 那我们看这个式子 那它的积分 刚好是负1 那积分是ln 是ln 那从1积到β 那就变成 β趋近无限大 lnβ 减掉 a加1分之1 问题是这个lnβ lnβ因为β趋近无限大 所以还是无限大 所以它是没有 没有 没有办法算的 因为它距禁无限大 好 所以这一个极限的结果 我们刚刚看到 只有这一个式子 可以用 只有这个式子 可以用 套近来 好 因为这一段 这一段 在 在a小于负1的情况之下 会有值 会有值 好 那而且它的值会是 负a加1分之1 OK 好 所以就只有在这种情况 才会有值 如果a呢 是大于或等于负1 它是没有值的 好 那这是有关于后面 比较牵涉到很多积分技巧的问题 那积分的技巧 全部都是从微分来的 包含乘法规则和练索规则 所以你微分很熟 才有办法算积分 微分不熟 你就会很难想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程式 在微分板的时候 我们有看说 我们怎么样子计算 用那个c元计算微分的值 不管什么函数你带进去 它都可以算 所以其实 微积分如果你只是要算值的话 很简单 同样的积分你只是要算值也不难 比微分稍微难一点 但是不难 因为就是算面积 所以我们就把他写一个 叫integral.c的程式 然后我们随便带一个函数进去 跟他说我要从哪里算到哪里 那以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从从这个应该是三分之拍吧 然后算到几算到二分之拍 从三分之拍还是四分之拍 四分之拍算到二分之拍的积分 然后把sine呢 sine从四分之拍积到二分之拍会是0.707 那怎么看这一个 这一个程式 我们一样设一个很小的步伐 然后在积分的时候呢 就去算它的面积 怎么算 每一个面积都是fs乘底s 就是算离慢积分的长条面积 离慢积分的长条面积全部加总起来 就是数值积分的值 那所以最后我们呼叫这个函数去做积分 然后把它的内容印出来 印出来之后呢 结果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 把sine从四分之拍积到二分之拍 那它的结果就会是 就会是这个样子 OK 0.707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遍 看一下 好 那这个程式还在网路上 来我们先抓一下 好 好 OK了 好 来 那我们把课本 课本 课本这边呢 我好像没有把它的连结直接拉出来 我直接找 好 OK 不过又变乱码 来 稍微 设一下 编码 编码 等一下 编码不是在这里 编码 他不让我编 OK 那我就直接 直接剪下来 好 读解没有的话 应该无妨 我们先写一个 intergle.c的式子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 nopay++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用 fc++好了 好 好 ok 那这是我们的程式 这个注解 编乱码先拿掉 好 ok 然后存起来 你可以编译看看 ok 编译没有问题 好 这时候你就可以执行 那执行 如果在这里面执行的话 你可能要用System Pose 不然的话 它会 它会跳掉 好 如果你在外面执行的话 就不需要加这一行 好 那这个电脑真的满满 啊 原来 好 好 那我们把防毒软体先关 好 ok 还没出来吗 好 有了 好 所以这是它的执行结果 我们把Sine从四分之拍击到二分之拍的结果 那你任何函数传进去 它都可以击 只要你那个函数 有 有 每一点都可以计算值的话 它都可以击 那这是一个数值积分的程式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我把它贴到社团好了 好 数值积分的程式 好 数值积分的程式 好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让各位可以去执行看看 然后这里其实如果是你练习西元的好机会 因为各位 各位可能不晓得 C元其实很难 非常困难 那各位第一门程式语言就学C元 是一个障碍很高的东西 那我现在所写的东西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却用到函数指标 好 如果你看得懂这个 你是一元大概不太会有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可以试着去看看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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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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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